美国阳光学院为了欢庆中国传统佳节春节,特别在阳光学院的文化中心举行青少年春晚和饺子节。 数十位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一起包饺子欢度中国新年。 核桃市市长苏丸秀兰,帕萨迪纳市副市长约翰·肯尼迪,美国东北总商会会长陆霞等嘉宾应邀出席。 阳光学院的学员为大家准备了15个精彩的节目,包括打击乐、墨西哥舞蹈、吉他独奏、鼓针演奏、甘情独奏和歌唱舞蹈等节目。 阳光学院的院长冰仁表示,春晚活动都是由阳光学院的学生自己来操办。 今年特别请到四肢瘫痪的歌手君子来演唱,希望通过他的励志故事来激励更多的学生努力学习、茁壮成长。 今年是大年初一,是我们阳光学院的小朋友们,共同庆祝中国的节日,是我们的新年,我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生活。 今天我们集体包饺子,把这份爱送给全球的海外的孩子们。 那今天也来了好多的艺术家,有君子、轮椅歌手,他在中国抚养了三百多个孩子,本身他就是残疑人。 那我们有艺术家王晶晶,有所有的作品都挂在墙上,分享幸福,分享快乐。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,罗亚金采访报道。